上一次上課,今天第六次上課 上一次,上個禮拜四 主要已經開始講那個證照考試的題目 題目部分的話呢,我們是講到 上次好像是講到這個第204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我們接著繼續再來看那個 這個206的部分 首先的話呢,請各位先連到我們的雲端上面 那一樣我把那個相關的題目 通通放在雲端的這個證照 Python3的證照考試裡面 那今天的話呢,請各位把那個第2類的第206題 先打開來,先稍微看一下 那裡面的話呢,大概 主要呢第2類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有關那個邏輯判斷 所以前兩題 包含我們那個上一次上課的 這個題目裡面呢 那個202倍數判斷 那基本上的話這一題 主要是判斷是不是3 或者是5 或者是3和5同時的倍數 那當然呢 這裡面的話主要就是考你會不會 就是做一些邏輯判斷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呢 那個 會不會用那個我們運算值裡面的那個 百分比符號 這個百分比符號就是 除以多少之後的餘數 這個這個的話當然 如果你知道 求餘數的方式 如果能夠整除的話 那等於是餘數等於0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再來看 第二類的 其他題目 所以一樣請各位 先大概把那個第206的題目 先打開來看一下 那 第二類的部分 上一次上課的話就是 3和5的倍數 然後204的話呢 這個主要是 輸入三個資料 這邊有提到 就是 輸入30 輸入20 然後面的話輸入一個運算值 那運算值的話可能是 加減乘除 然後或者是除除啦 或者是百分比 那 最後呢 得到一個結果 OK 那也就是說呢 比較 可能要特別小心的 就是input會有三個 那input的第一個 跟第二個呢 是需要轉型 那當然如果 他講的是一個整數的話 那理論上我們用int來轉就可以 那第三個的話記得 你不能轉型 就是維持他原來的文字形態 然後呢 並且判斷說到底 他是加 還是減 還是 除 等等的 那最後的話呢 分別 根據他不同的運算值 給 不同的運算 OK 所以呢假如說呢 考試的時候 你就抽到這一題的話 你就要馬上能夠反應 不過基本上 慢慢各位 也要 就是說呢 了解他那個有個固定的SOP啦 所以 當然你一定要了解說 input是什麼 所以有三個input 然後呢 中間的程式有哪一些 output的話就是print啦 print最後的結果 OKprint就輸出結果 所以呢上一次上課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的 這個結果 就可以把它 做出來 那今天的話呢 接著繼續 再來看那個第206題 那206題的話呢 是所謂的 等 等級的 判斷 這個等級判斷呢 跟前面我們講過有一題是年齡判斷 蠻像的 那這邊有一個 這個等級部分 他說 80分到100分 是A 然後70分到79分是B 60到69是C 不及格的話是F 不是D 跟之前我們好像有一題蠻類似的 然後他是希望說呢 根據 這個輸入 的分數 顯示對應的等級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你就能夠知道 他input的話 一定是 乘7 多少分數啦 而且他這邊有提到說他是個整數 所以你轉型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int 那如果說呢 輸入 知道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一個輸出啦 那輸出的話也是一個 就是到底是 A 到F的 哪一個 OK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稍微思考一下 input 所以這裡的話當然第一個 你要給一個input 那其實這個 做法我想跟前面幾題 蠻雷同的 那 可能比較不一樣的部分也許是中間的判斷 OK 如果什麼呢 怎麼樣才會輸出A呢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呢 把這個程式 試著寫寫看 所以待會也許怎麼樣 請各位先開啟這個spider之後 那一樣開一個新的文件 OK 思考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呢 它的架構跟前面的題目蠻類似的 一樣是一個input 然後呢 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用evo 用int其實都OK 那中間的部分也是差不多 差別只是說呢 這邊有1 2 3 4個 4重的邏輯判斷 但是呢 我們這個乘期的話有 A B C 然後 也是4個 所以其實 架構跟202題其實蠻類似的 請各位呢 也許先試著把那個 這個206題 也許先試著做做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206題 這個部分 該如何解 首先的話呢 一樣我們開一個新的文件 接下來的話當然 其實 結構上呢 跟這個 你會發現 跟這個202題 還蠻像的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你假設要拿 既有的這個 既有的程式來修改 倒也沒有 不行 只是說 可能注意一下 比如說該修改的地方 當然你會發現 這一題跟 我們 202題 有蠻多地方 雷同的 那輸入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 他要我們輸入一個成績 而且是一個整數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沿用 一個輸入 那不一樣的部分就是說 什麼情況下呢 會是 輸出 A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當然根據那個題目裡面 就是說 他的分數是80 到100之間 輸出A 所以如果我要 在邏輯判斷後面這個地方做修改 其實跟這個有點類似 也就是說當A的詞 那因為呢 我們要做的這個 比較的話是 假設他是大於 應該什麼 大於80分 大於等於80 假設是包含的話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包含 因為這題目有說 80 所以應該是包含 包含80分 所以大於等於80 第一個條件 另外一個條件是 必須要小於100 OK 小於等於100 所以這裡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是在 and的後面邏輯 把它改成小於 等於100 OK 第一個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要必須符合 這一個 而且這一個的話 這兩個條件呢 要同時為處 那我們輸出的結果呢 那就是要print出來 要是A 所以呢 如果要輸出結果是A的話 那理論上 我們就直接在這個底下的print 把它改成 直接改成A就可以了 A一個 大寫A 那就表示說 這個 上面這個條件符合的結果 那當然第二個的話是B 其實B的話 如果說 假設 你可以拿來改 或者是另外一個 你其實可以 從那個 這個 OK 好 那你要 講完那個A的部分 所以其實喔 假設你一個輸入嘛 然後再來做判斷 判斷 這個 第三個部分就是輸出 可是如果說有其他的輸出的話 當然喔 第一個if 第二個的話就是 B的部分 那B的話 當然喔 將來考 就是如果證照考試 他會提供給我們 就是一個紙本 會在你桌上 然後告訴你說 B的分數是應該70到79 是B OK 所以呢 我們如果按照那個 題目給的要求啦 當然會有第二個可能性 所以一般習慣喔 我會把這一段 if的部分 複製 然後在底下 Enter 並且按一個backspace跳到前面把它貼上 當然 這個一個邏輯判斷裡面呢 不能同時有 兩個 if啦 所以第二個if的話 那請你在前面加一個el 並且在後面加上什麼 加上他的條件敘述 比如說應該是大於等於的話 應該是大於等於70 OK 然後呢 小於等於 應該就不是80 應該是79 所以這邊的話 就把這邊後面的 分數改成79 那如果當他這個條件 敘述出現的話 那就是b 那當然再來的話就是c啦 c的話其實也蠻簡單的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 這個lif 因為 第二個以後的那個 就是判斷喔 那我們通通 都是在前面加 elif OK 那第二個敘述的話就是60 到69 所以其實 只要你把這個結構 這個記熟的話 我想將來 無論說你是考試 或者是平常自己要 撰寫程式的話 基本上都應該不太會有 太大問題 主要是說你記得 那個縮排部分 一定要記得 你縮排不能 沒有縮排 一定要按照這個 他 基本的架構做縮排 那最後一個是else 那你可以 else的話 加一個冒號 那 反之如果 不是上面這個 這三個的話 那剩下來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f 所以再來的話 printf OK 那我們就printf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程式都寫完了 OK 基本上 這題應該沒有太困難 OK 那我們最後把它存檔一下 那存檔的名稱也許叫做 A 這個206好了 那存檔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一樣把它printf printf的話 最好是 可以先按照那個 這個題目要求的 比如他底下有個範例 假如輸入79 那應該得到b 如果 當然如果這個範例ok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很接近 那我們把這個存檔一下 206 A206 存檔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試著 把它做一個執行看看 一樣把它printf 把它這個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呢 因為他這個input 後面也沒有字啦 所以他沒有顯示任何的訊息 那當然我們就直接輸入 輸入79 當我按Enter 底下如果得到b的話 那表示這應該是89blitz b沒錯 OK 那當然你也可以再試試看 其他比如說 我輸入55看看 Enter應該是f吧 OK 那表示這個答案沒有錯 那206 這一題基本上呢 應該 就算得分了 這題其實基本上還蠻容易的啦 那這一題如果做完之後的話 請各位再看一下 那個第208 這個叫實境位換算 實境位換算的話呢 當然一般我們習慣 都是實境位 0到9 然後後面就進10 10到19 20到29 一直類推 可是他說這個這個地方 他題目是要什麼 我們不是用實境位喔 請你把實境位轉成16境位 那所謂的16境位呢 那所謂的16境位呢就是 本來0到9啦 那16境位就後面多了a到f OK 也就是說呢 假如我今天輸入一個數字 10境位的 10境位的數字 那你必須要把它輸出成一個16境位的數字 13的話呢 得到的結果是D 為什麼是D呢 因為 因為他應該是 這個0到9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 如果0到9之後的話呢 我們一般是10 11 12 13 可是他這個後面的話呢 10的話就要變 A ABCDEF 等於是 後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要讓他轉換 那一樣啦 如果說假設輸入的 他不是A到F的話 那你就 把 這個他原來的值 輸入跟輸出的值是一樣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206題 先試著寫出來 並且存檔 那也試試看啦 再開一個新的 這個文件 想想看 輸入 輸入的話是輸入一個 一個整數 然後呢要怎麼樣判斷說 他是不是16進位 那 再把它轉換成那個A到F 這個部分請各位先試試看